大家好,今天非常有幸能够来跟咱们的SinoEco的同仁交流一下 像刚才明镇讲的,我今天想跟大家汇报的是一个小的研究 并不是一个成体系的像实验室的整个研究的框架什么的 是一个具体的研究,那么文章的话其实还没有发 所以跟大家交流这个的想法也是希望能够听取一些大家的疑问和建议 那么这个标题的话摆在这个面上 总体来讲的话是在一个农业造成的森林毁坏或者说是毁灵这样一个背景下 那么尝试去探讨的话生态过滤机制是否可能会影响我们所观测到的这个生物量性的这个响应 那么这个研究是实验室的几位同学学生主导的 所以这里的话先把这个他们的名字放在这里跟大家acknowledge一下 那么讲一点背景的话就是我们其实知道 农业是地球上占面积地球地表 陆地地表面积最大的这种土地利用 那么它对整个这个地球的自然升进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有一篇2011的研究的话 对全球这个农业用地的面积做了一个估算 如果我们把这个耕地和这个牧草地的面积加上的话 这个在地球无冰表面农业用地其实是占到了将近40%的这个面积 而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内 农业用地面积的话 其实是处在一个持续增加的这样一个状态 而且据现在的预测 这个它的占地面积还会进一步增加 这也预示着农业这个系统 它对自然积极地的挤占会继续的加重 那么根据现有研究的话 我们其实也知道农业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不光是土地的利用 还包括它涉及的一些人类的活动 像除草剂啊 杀虫剂啊等等化学物质的使用 都会对生物多样性带来很大的影响 那么据一篇2016年的这个全球估算来讲的话 与农业有关的这个活动 其实是生物多样性排名非常靠前的这个主要威胁因素 而根据现在对已有就现有研究的一些汇总 我们其实也知道 就算是只谈到农业的用地本身 换句话说是农业用地 它带来的这个对地球地表的这种改变 独立利用变化 那么它其实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但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也有观察到 农业它对森林系统的破坏 带来的这种生物多样性的响应 其实在全球不同地方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或者具体来讲的话是这个严重程度的区别 那么我这里引的是三个来自不同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汇总 或者他们的这个对于它研究结论的总结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从最左边在墨西哥举办进行的一个研究 显示农业用地带来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响应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状况 它农业用地上能够支撑的这个生物多样性 或者它的物种种群群落组成其实是非常贫瘠的 但是呢在中间这个哥斯达利加的研究就显示的话 其实它相对来讲可以支持比较高的生物多样性 而我们到印度的一个报告就显示出来 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 使用农业用地的这种鸟类群落的话 它其实比起原始的自然岭 它还要这个数量还要多 所以这些变异它在不同就地球不同系统之间的这个变异 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直到目前为止的话 其实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解释 还完全把它归因成农业系统本身的一些特征 那么这个具体来讲的话就包括景观的特征 好比说这个景观里它的残留的森林覆盖率有多高 它距离成片的森林的那个远近有多远 还有包括这个景观的破碎化程度怎么样 而另外一方面的话是涉及到这个农业耕作 或者它操作的一些强烈程度 就包括化学物质的使用 还包括这个机械化等等 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是都是和农业系统本身有关 但是这里的话我想提出来的一个假说就是 有可能通过物种的性状来作用的 这个生态过滤机制可能在这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 没有被人们意识到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这里用一个示意图来显示一下 这个图上每一个圆圈的话表示的是一个物种 那么它不同的颜色代表的是这个物种的不同性状 而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用实线代表的是 就是有不同性状的物种 虚线代表的是这些有不同性状的物种 它本来可能在一个系统里面可以有或者可以是存在在这个系统的 但是因为它的性状使它不适合在当地的这个自然条件 因此经过这个自然的过滤之后的话 其实只有这其中的一个子集的这样的物种 它能够进入到当地的这个群落里面去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橙色的图标 它表示的是在这个过滤过程中可能有一些物种 它的性状也会发生一些适应性的改变 那么总体来讲的话 这个栖息地过滤的这个假说或者说这个概念 其实在群落生态学里面大家并不陌生 这个早在八几年就有研究提出来了 换句话说在全球各地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的话 生态系统的特征 它的就是自然地理的特征 会决定这个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特性的 特性状的这些物种 所以在农业造成毁灵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一个自然系统它本身有很强的栖息地的变异性 那么物种本身来讲的话 它可能在自然条件下 它经过这个自然的过滤这样一个机制 它本身就可能更适应这个栖息地的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它可能会包括之后人类带来的毁灵 那么物种它可能在它的进化过程中的话 就已经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栖息地的改变 那么我能想到的是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季节上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寒带的系统 跟一个热带的系统比较的话 那么寒带它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说自然灵的生态系统 它在一年四季内 它的这个栖息地的这个状态 变异程度是很大的 那么在当地生活的物种的话 很可能已经很适应这样的这个变化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像北方的森林 这个植被的树叶从有到无再到有 那么整个这个循环的话 可能是跟这个毁灵带来的 栖息地的改变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我们设想的话 一个地方它的季节性有多严重 它可能会影响在当地生存的物种 它对人类以后带来的毁灵 可能的一个提前的适应程度 而另外一个方面的话 就是和空间的变异性有关 这里我们想到的一个机制 可能是说一个系统 如果它的降雨比较丰沛的话 那么比如说我们想象 热带的湿润的雨林 这种生态系统 它往往它的灵贯会比较密 相比起就是降雨比较少的 这个系统来讲 那么在空间上来讲的话 它可能存在的这个抑制性 会相会比较低 换句话说 降雨比较高的系统的话 它物种可能已经适应了 在空间上比较高抑制性的这种环境 那么相比一个降雨量 比较低的系统的话 可能灵贯会比较稀疏 那么灵贯之间的这个空隙 可能也会比较大 那么物种有可能会更适应 这种没有灵贯覆盖 换句话说 没有森林结构的 这样一种自然环境 但是我们把视线 回到左边的示意图 除了自然的过滤之外的话 其实我们也知道 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改变 是几乎是无处不在的 而且是在有一些系统的话 它这个时长是非常长的 那么由于人类的存在 带来的物种灭绝 其实是一个非常 被我们所广泛认识的 一个现象 所以的话 如果在自然过滤的 这个氯气之上的话 再有一层人类的 这个人类造成的这个过滤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物种 能够通过这层氯气 到达下面的 这才是我们现在 能够研究的 这样的群落组成 那么这个系统 它比起最早的这个系统 可能这个物种的 这个群落的组成 它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 就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那么同样的回到农业 毁灵的这个背景下来讲的话 我们觉得历史上 人类对一个系统 造成的这个毁灵 这个历史有多长 这个历史有多严重 它可能会直接影响 在现在这个系统里面 还有多少物种存下来 还有什么样的物种存活下来 所以就呼应我刚才讲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 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改变 是非常的有很多的实力的 像这里有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在北美 从人类到达之后 这个哺乳动物的物种数量 有一个急剧的降低 那接着刚才说的话 如果在农业这样的一个背景 农业毁灵的背景下 刚才我提到 如果说一个系统 它有更高的季节性 它有更低的降雨 以及有更长的人类活动历史的话 它有可能造成这些 本来对农业毁灵 或者说毁灵 这个土地利用变化 比较敏感的物种 它可能已经会从这个系统里面 丧失掉了 换句话说 这个机制的话 它如果通过这个 物种的性状来起作用的话 它可能会把一个系统 它的这个群落的物种性状 使它造成一定的改变 所以这里我用一个示意图显示 我们这里如果用每一个灰色的小点 代表一个物种 它在一个假定的三维的 性状空间里面的话 那么这个紫色这个点 代表的是这个群落里面 它的这个平均的性状 在一个三维空间的显示 但是如果有一个比较强的 一个过滤过程的话 有可能我们会观察到 由于物种的选择性的丢失也好 或者适应也好 整个群落来讲 它的这个性状的平均值 或者它的这个重心 可能会发生一个朝向 更耐受毁灵的 这样一个方向的一个偏移 当然这个偏移的话 有可能是由于物种 它这个群落的物种 占据了更多的 或者更大的一个 就是物种性状的空间 特别是在朝向 更能够耐受毁灵的 这样一个方向上的一个扩增 当然同时的话 我们可能也会有 其他的机制 但比如说 整个这个群落它的性状 它虽然没有体积的扩增 但是的话 它是整体像一个比较 耐受毁灵的方向在移动 或者是它的这个 没有发生一个整体的移动 但它这个群落里的物种的话 都集中在一个比较耐受毁灵的 这样一个方向上面去 不管怎么样 我们观察到的 很可能是一个群落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作为性状的这个重心 可能会朝向 让它更能耐受毁灵的 这样一个方向去走动 而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发生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在现在所观察到的 毁灵对现存的这个群落的影响 可能就会因此而变得更不敏感 那么它可能就是我们目前在探讨 这个毁灵造成的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时候 所没有观察到 或者没有意识到的一个背后的一个解释原因 而事实上的话 这样的一个信号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研究里面也有一些观察 这个研究是我刚才提到的 在印度做的那个农业毁灵 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的研究 大家看好 这个研究它其实是在喜马拉雅的南路 就是这个地图上显示的两个地点去做的 这两个地点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是他们在它的气温的变异程度 换句话说是它的季节性 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 在喜马拉雅西路的这个点 那么它是一个季节变异性比较高的一个点 在东路的这个点的话 是一个季节变异性比较低的一个研究地点 那么呢 这个研究它把原始林和 就是用原点表示的系统 跟当地的农田系统做了一个比较 它研究的是鸟类群落的这个物种丰富度 我们可以看到在两个系统之间 这个农业带来的这个森林破坏 它的影响 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反转 在这个变异性高的这个系统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农田里面支撑的物种的多样 这个丰富度 是高于在林子里面的 但是的话在 这个地方就是变异程度比较低的这个地点的话 它的这个农业的影响是一个非常负面的 那么此外的话 在19年有一篇Science的文章指出来 我们如果把这个目光转向 这个栖息地破碎化 就是森林破碎化 这样一个问题来讲的话 这个研究就发现 在历史上这个干扰 就是包括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 这个程度比较严重的系统 它里面含有的 对CCD破碎化敏感的物种的比例 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这个就联系到我刚才讲的 也是就CCD过滤的这样一个 CCD和人为影响造成的过滤的 这样一个情况来讲是吻合的 换句话说 如果历史上这个群落曾经遭受过 比较大的干扰的这种事件的话 它可能通过这个适应和选择性的灭绝 这使它现在群落里的组成 那么敏感的物种它的这个比例 有一个极大的下降 但是的话在农业毁灵这个背景下 那么这样类似的这个大尺度的研究 还没有得到没有得到执行 或者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大型的研究 来衡量这个过滤机制 是否在生物多样性 对农业毁灵的这个想意里面 扮演了一定的解释作用 而这种视角的缺失的话 其实是可能让我们 没有去意识到一个 可能非常重要的解释因子 而只是把我们目前观察到的 不同系统之间的差别 完全归因到农业系统本身的 这个特征上面去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研究的来 这个思路的来源吧 我们呢是希望通过 一个全球尺度的一个数据整合 然后尝试首先来定量的来分析 在全球尺度上农业毁灵造成的 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否在不同系统之间 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不同 它的这个不同的程度有多高 然后接着呢 我们是想探讨一下 就是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过滤机制 特别是由栖息地的这个变异程度 以及历史上毁灵的这个严重程度 它带来的这个可能的过滤机制 是否会解释我们所观测到的 这个全球不同系统之间的差别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还想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步 就是想看一下 如果这个过滤的这个信号能够找到的话 它背后是不是有刚才我们看到的 或者讲到的这个在生态功能 就是功能性状上面的一个 一个signature或者一个信号 然后我们选择的是用鸟类来作为 这个研究的对象 原因是什么呢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不同类群之间 它对这个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 可能在类群之间有一些固有的差别 那么我们不想再额外的引入一些 比如说如果要把兽类包括进来的话 那么不同系统之间还会有一层 由于这个研究类群不同造成的这个区别 所以我们只集中在一个类群上面研究 另外的话鸟类它是目前研究里面数据量最大的 而且对于功能性状数据来讲的话 也是相对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类群 所以研究的思路 一方面呢我们是通过一个全球尺度的Meta分析 那么具体来讲就是Meta Analysis和Meta Regression 通过收集了一整套来自全球不同地方的 在物种尺度去描述农业系统里面的物种多度 比上森林里面就这个森林是作为基线了它的物种多度 这个差别它这个比值在取一个自然对数的话 这个Response Ratio是大家很熟悉的在Meta分析里面常用的这种效应值 所以通过这个指标的话来看农业造成的毁林 它对每一个物种的多度的影响是多大 是正的还是负的 那么与此同时的话我们从现有的地图产品 就包括这个World Climb 以及的话有一个2017年发表的这个HIDE 3.2这个Database 它呢是提供了全球不同地方 它的通过人类 人类的就是人口密度来繁衍的这个土地利用的这种图层 我们提取出了每一个研究系统 它最早出现任何形式的农业 它的时间有多长 那么减去这个研究开展的时间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它的农业历史有多长 我们呢用每个月的均温 它的这个Standard Deviation来代表这个Seasonology 就是年均的这个气温的变异程度 我们用这个年均的降雨量来代表 就是一个地方它的这个降雨量的丰沛程度 那么这两方面的话就是刚才讲到的 CCD过滤的这样一个指代标准 然后呢这个农业历史的长度代表的是人工 就是Anthropogenic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过滤机制的一个 衡量的这个指标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从研究里面收集了 能够衡量当地这个农业历史农业系统它的这个特点的 比如说森林覆盖率呀 它距离连片森林的远近呀等等这些的 从研究里面提取的这个信息 所以总体来讲这一部分的工作的话 是希望能够回答前两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第三个问题的话 我们如何去衡量这个 跟过滤有关的这个功能性状上的一些信号呢 我们是同时汇总了一个 针对左边这套数据林每一个物种 一共有2000多个物种 它的这个9个功能性状 那么我们是对这个功能性状 它跟在物种尺度 物种的响应 通过这个来这个分析的话 来辨识出有哪些功能性状 它在什么方向上能够预测物种 它对毁灵的耐受性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的话 我们就根据刚才这个示意图 我们想分析的是 在不同系统它的这个群落上的话 它群落上的它的功能性状的这个重心 是不是确实是在朝向 更耐受毁灵的方向上移动 就如果跟如果一个系统 是有更多的这个过滤的作用的话 所以经过挺长时间的这个工作 我们呢一共汇总了这样一套数据库 就是鸟类的这个多度的数据库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研究的话 来自25个国家 这个是我们进行了很细致的文献检索之后 然后去联系原作者去找到了 就是每一个研究提供的 在物种尺度的这个多度的数据 所以最后的话 一共就是找到了44个研究 这里面包含的是有71个鸟类群落 我们这把它用这个assemblage这个词来表示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图上显示的这个值的话 它颜色是用这个农业历史来代表的 就是每一个系统 它的农业历史有多长 我们可以看到从最年轻的 就100多年的回林市 一直到就是刚才还挺有意思 就是印度的那个例子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农业历史最长的这个系统 9000多年的这个农业史 那么这个跨了一个挺大的一个范围 与此同时的话 这里用散点表示出了 就是这些系统它的在季节性的变异程度 以及在MAP就是这个年均降雨量上这样一个这个数值 我们也可以看到的话 这个数据也是跨了很大的这个区间的 然后我想就补充一下的是 这44个研究 是我们在通过文献检索找到了 可能符合我们这个数据纳入要求的61个研究里面 我们只拿到了44个的数据 所以但是就就算这样的话 其实它这个比例的话已经占到了 我们找到文献的72% 就是这个找到的符合我们要求的文献的72% 所以先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就是在全球尺度来讲 不同系统它的鸟类群落对农业回林 它的响应是不是有一个变异性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我刚才提到 我们是收集的是物种尺度的这个多度的效应值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首先是在每一个群落内部 给它做了一个平均值 这样的话是看在群落尺度 它的这个鸟类它对农业回林 它的这个响应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通过一个常规的Meta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其实重点要看的是上面这部分 横轴代表的就是在群落尺度的 这个效应值的平均值 那么如果在林的左侧的话 代表这个农业毁林对这个群落来讲 带来的这个多度的影响是负面的 如果是在右边的话是正面的影响 我们这里呢把全部的数据做了一个分析 把就是农林混交系统这样一类agroforestry的 做了一个单独的分析 把负agroforestry也单独就是分开来 所以下面这两个图如果加起来的话 它们这些散点加起来就是上面这个图 每一个散点代表每一个鸟类群落 这里重点要看的其实是这里的I平方 这个I方值显示的就是在Meta分析里面 这个不同数据点之间 它的这个没有被 就我们把这个Meta信号提取出来之后 就之外的话它的这个变异程度 所以它是在一个0到100%之间的这样一个值 如果数值越大的话 代表它的这个没有被解释的变异程度是越高的 换句话说从这样一个图里面 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 那么我们这个图其实是把整个这个群落里面 在森林基线里面没有没有出现的这些鸟 因为有些鸟它其实是一种赢家物种 对吧Winner Species 是在基线里面本来没有 然后呢农业毁灵之后 它在农田里面是有的 所以我们把这些赢家物种去掉之后 就单纯来看本来在森林里面应该有的物种 它受到的这个影响 那么总体来讲的话 这个变异程度还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值的话 效应值就变得非常的负 换句话说 这些物种确实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负面 那么总体来讲的话 这张片子其实主要就是第一个结果 就这个变异性确实是存在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看一下 刚才提到的这个过滤机制 是不是可能解释这里面的变异性 所以这个分析的话 也是一个常规的Meta Regression 就是把刚才这个群落尺度的这个Response Ratio 那把它作为这个因变量 来和一系列的自变量 这里面就包括农业系统本身的特征 比如说这个森林覆盖率 比如说农业系统它周围 这个人类这个人口密度的这个高低 然后的话下面这三个粗体的 这个粗体的这个变量的话 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个filter factor 那么包括这个季节的变异程度 降雨年降雨 还有就是特别是这个Achicultural History的长短 所以从这个分析来看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信号最强的两个结果 这个的话就是典型的Meta Regression的图 again就是每一个散点的话 是一个鸟类的群落它的这个数据点 然后这里面我们是用点的大小来代表 因为是Meta Regression的话 不同研究它的权重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大小代表的就是这个研究的权重 所以纵轴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群落尺度的这个Response Ratio 横轴第一个图的话 是这个农业系统里面这个森林覆盖率 当然因为数据的限制 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严格的这个百分比 所以我们是把百分比换算成了一个 一个就是Ordinal这样的一个Score 从0就代表没有森林 一直到5的话是60%的这个森林 这个覆盖率 所以这个跟之前的研究是非常的吻合的 就是一个农田系统里面 如果它的残留森林的面积越大 它这里面能够支持的这个鸟类生物多样性 这个量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越大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农业历史也被辨识成 是一个高度显著的一个预测因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 就是我们说最小的100多年的这个毁林的这个系统 一直到9000多年的毁林系统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非线性的上升的趋势 换句话说 一个系统它的农业历史如果越久的话 这个系统里面它的鸟类群落 受到的毁林的影响 其实是越弱的 这个和我们的预期也是相符的 那么另外两个的话 这个图针对的是这个seasonality 这个图针对的是这个年均的降雨量 那么他们俩的话其实都有一个不显著的 就换句话说这个beta value 它不是完全离开这个零这个值的 但是的话他们俩都进到了 我们这个模型选择的最佳模型的这个库里面 所以的话我们这里把它们也呈现出来 换句话说模型选择的结果告诉我们 这两个因素 它们也是和这个群落尺度的R 它的响应是直接是有明显的响 就是有清晰的相关关系的 虽然它在统计上 至少按这个p value的说法来讲是不显著的 那么它的方向的话 也是和我们的预期相符 在季节性越高的系统里面的话 这个线是一个从这个零以下 往零以上走的这个方向 所以在年均温就是变异程度越高的系统 这个农业毁零带来的这个影响是越不负面的 同样在降雨量越少的系统里面的话 群落尺度它受到农业毁零影响 也是越不那么负面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 确实跟我们的预期相符 这三个过滤机制的因子的话 它都是能够预测 这个群落它在群落尺度的 对农业毁零的响应程度的 那么最后一部分的话 就是想来探讨一下 跟刚才的这个概念框架 沿着它往下走 那么这些过滤机制 它是否它作用的这个 我们观察到的这个作用 它是不是通过一定的这个trade 功能性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来实现的 所以具体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需要第一步 先通过这个分析来辨识出来 哪些形状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以及它们是不是能够 它在什么方向上能够预测物种 对农业毁零的耐受性 所以这里我们是参考了很多文献 列出了一个单子 那么就是这个表里面列出的九个形状 我们可以看一下包括其中大小 包括这个窝卵树 就是一窝这个鸟的话 它在一次繁殖的时候 一窝蛋它有多少枚卵 这个也是在life history上面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trade 当然还有它的这个世代长短 是一个繁殖快还是繁殖慢的物种 它的这个在实性上面 它有多专性 如果这个专性程度越高的话 可能它是一个更容易受到影响的物种 还有就是它多依赖森林的结构 来进行它的觅食活动 它觅食的高度有多高多低 它是否依赖森林 这个程度有多高 这个物种它是不是一个迁徙物种 还是个流鸟 然后呢 它的自然的这个分布区有多广 还有就是它这个筑巢的话 是住在地面呢 还是住在这个树上 因为这个也是体现出 它对这个森林这个结构的一个依赖程度 所以我们其实是汇总了这样一个比较大的数据库 它是覆盖所有2000多个物种 在九个维度上的这样一套数据 所以我们首先进行了一个控制这个谱系的这个混合线性 混合效应分析 那么这个方程式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的这个因变量变成了在每一个物种身上看 在物种尺度 它对汇林的响应 它是否受到这些因子的 就特别是这些性状因子的这个预测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也把一些环境变量把它放进去 作为一个辅助变量 这个结果做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的话 就是左边这个列表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九个性状 然后呢 这个X轴其实是一个 就是这个上面所有因子 它的这个斜率 它的效应的斜率是多高 所以如果是在零的右侧的话 代表的是这个性状越大 那么这个RR是越正的 换句话说 这个RR是越 就这个物种是越耐受 农业毁林带来的影响的 所以然后如果在零的右侧的话 它代表的是性状值越大的话 这个RR只是越低的 所以我们总体来看 这个这个结果 其实也是经过模型选择 得到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信号 就是所有九个性状都被认为 是能够清晰的来预测 这个物种 它在它在物种尺度的 对农业毁林的响应 然后呢 这个方向上有一些不同 我们看到在零的右侧的 这个只有三个性状 涡卵树越大的物种 然后呢 如果是 它更有就是迁徙的倾向的物种 以及它的自然的 这个分布区越广的物种 它其实是更能够耐受回零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 体重越小的 世代长短越短的物种 对 体重越小的物种 世代长短越短的物种 它实现越不专一的物种 等等这些 它们是更 也是更能耐受回零的 所以这个方向上有一些差别 但总体来讲的话 九个性状 它以它各自的方式 在预测着任何一个物种 它的这个对回零的耐受程度 所以还是回到 我们刚才这个框架 那么 现在我们把性状找出来了 现在要看的就是 这些性状 在那些所谓的经受了更多的 这个悔 filter的这种系统里面的话 是不是在朝向一个 更耐受回零的这个方向在走 所以我们其实这里的话 一个方式就是 我们把每一个群落 它的这个性状的这个重心 算了出来 这个重心的话 就是每一个 对于每一个trade来讲 它呢 把它在群落里面 这个物种 它的多度是多高 就换句话说 一个区域的物种库里面 这个物种如果是越多的 那么它的权重是越大的 所以这样算了一个 在每一个trade上面 这个群落 它的重心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们尝试去分析 这个重心 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filter 有没有关系 所以的话 这里就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所谓的更强的filtering 刚才提到了 就是一个系统 如果它有更高的集结性 更低的降雨 和更长的农业历史 它是更被filter的 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 正负号 是我把刚才那个图简化了 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所以这里的话 body mass generation length 等等这些 它是一个负面的 就是它越大的话 rr是越小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分析的结果 就是这个trade 重心的结果 这个图呢 其实看起来比较乱 但其实它的表达方式 是这样的 我们呢 其实是这里做了两套分析 因为我刚才没有讲 这个数据上的话 seasonology和MAP 其实是有一个强的偶合 它们之间有一个 很强的贡献性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把它们放到同一个 模型里面去跑 我们就跑了两套模型 第一套的话 用的是seasonology 和agricultural history 然后呢 如果是个横线 它代表的就是 这个形状的重心 跟agricultural history 没有关系 因为模型的最佳模型 没有把它辨识出来 是一个相关的因子 如果是一个实心颜色的橙色 它代表的是一个正相关 如果是一个 就是浅色的这个橙色 代表的是 它进到模型的 最佳模型set里面 但是它的效应不显著 但它仍然是一个正相的关系 蓝色的话 就相反是一个负相的显著 或者不显著的关系 这里面如果大家结合 刚才讲到的这个 filtering的哪个方向 就是seasonology和agricultural history 它越大 使它的这个filtering越强的话 然后再结合这个形状 它什么样的方向 是一个更能够耐受的形状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 除了body mass和generation length 这两个其实 从得到的结果上 它并不match 但是的话 我们看一下clutch size 比它做例子 clutch size越大 物种是越耐受的 是因为从这个正号显示出来 而我们又看出来 对于在seasonology越高的系统里面 这个群落尺度的clutch size的重心 也是越大的 换句话说 在群落尺度 这个重心是在朝向 更耐受毁灵的方向 它确实有一个偏移 而agricultural history也是类似 另外呢 另外一套分析显示 就是 就降雨量越大的系统 它的关系是个负的 所以clutch size 在降雨量越大的系统里面 这个群落它的就是clutch size的重心 是越小的 所以的话 而它和tolerance的关系 其实是正向的 所以这也意味着 这个群落它在降雨量越大的系统里面 它的耐受程度会更低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 就是跟刚才讲的这个框架是吻合的 换句话说 在更filtered的系统里面的话 群落尺度的这个性状的重心 是在朝向更耐受毁灵的方向 它有一个偏移 当然这个分析有一个短板 就是它是一个multiple testing 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套的分析 所以我们其实还做了一个PCA 通过把通过PCA 把所有的形状 做了一个PCA的提炼 然后呢 我们把PC1 就是第一个 就principle component 提出来 以它作为一个总的 把这个替换下来 把它作为一个总的音变量 然后用它来看 它和这个filter之间的关系 总体来讲 待会大家有兴趣 我可以再详细讲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信号是非常强烈的 换句话说 这个PC1 其实是代表的是 PC1值越大的话 它是显示的这个 我这其实标注出来了 这个形状来讲 它是一个更不耐受毁灵的 这个形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季节性越高的系统里面的话 PC1是越小的 这也意味着一个群落 它的这个重心 是在朝向 更耐受毁灵的方向 在偏移的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 这个trade signature 也得到了验证 那么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 在更filter的系统里面的话 这个群落 它的这个性状的特征 也是在朝向 更耐受毁灵的方向 它有一个偏移 所以回到我们这个研究的问题 这是刚才跟大家讲 这个研究提纲的时候的 这样一个问题呈现 所以总结一下的话 就是我们确实发现在 全球来讲的话 不同系统之间 群落尺度 它对毁灵的响应 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异 而这个变异的话 在农业系统本身的 这个特征之外 它还极其清晰地 受到这个filtering mechanism的影响 或者解释 而这个解释的话 其实是跟我们 所预测到的这个trade signature 就是在物种性状上的 一个特征所吻合的 那么在有更大的 细细地变异程度 和更长的毁灵历史的 这样的系统里面的话 群落来讲 它的这个总体来讲 群落的trade profile 是能够预测 它有更强的 这个对农业毁灵的耐受性的 所以最后我想讲一下的 就是这样一个研究 或者我们所发现的结论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 一些实际的意义呢 我觉得一方面来讲 它就显示出来 在农业系统本身的特征之外的话 全球不同地方 这个农业毁灵带来的影响 它可能在 由于生态系统自身的一些 跟filtering mechanism 有关的这个原因 不同系统之间本身 对于农业毁灵的 这个耐受性 或者它的敏感程度 就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而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用了一个词 这个extend 指的就是现在我们去观测到的 这个生物量性 因为刚才也提到 由于这个filtering mechanism的话 很可能我们现在观测到的 这个现有的群落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 所谓的完整群落 那么剩下的物种 可能如果经过filtering mechanism 的这个过滤的话 它其实可能已经是一个 选择性的筛选过的群落的组成了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 跟目前主流的 对农业毁灵的这个 生物对象性的影响程度 它的变异程度的解释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新的添加 我们加了一个新的解释的角度进来 当然还有一个现实的背景就是 根据有研究的推测的话 在接下来四五十年 全球来讲这个森林的破坏 特别是和农业有关 农业扩张有关的森林破坏 还会继续的进行 但是大家可以看这个图上显示的 这个预测的破坏程度最严重的 其实是撒哈拉以南的那个非洲 是南美洲 还有就是南亚 等等这些地方 而从这个World Climb这个图上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算只从季节性来看 这些接近热带的地区 它也是季节性 就刚才我讲到这些农业扩张 可能最严重的地区 它也是更接近热带 它也是更在就是这个 Saisonality上面 更不那么变动大的这样的系统 换句话说 根据我们这个研究的结果的话 这些系统可能本身对于农业毁林 将要造成的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就是一个更严重的这样的一些系统 所以这也意识着 我们接下来农业扩张 可能造成的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有可能比我们现在观测到的 还要更严重 因为现在农业扩张 发生的地区 很多是我们所谓的 已经经过过滤的系统的 它更多的是在温带 亚热带 更多的是一些农业历史酒的系统 但是这些农业扩张将要进行的地方的话 可能是 现在物种群落还比较完整 还没有经过强的过滤的这样一些系统 所以它将要遭受的这个影响 可能是更加严重的 所以这也提示我们的话 就是 我们在应对农业毁林 它的这种可能带来的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时候 应该着眼的 不仅仅是对农业系统本身的管理 可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是需要对土地利用的这个空间规划进行一定的干预 特别是 有目标的把那些可能格外的容易受到负面影响的系统 把它的这个毁林压力拿过来一些 或者是给它减轻一些 这样可能就设计一些农业土地的这个调配 在不同系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relocation 以及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 我们如何去尽量的减少我们对农业用地的这个需求 当然最后可能就提一下的就是 我觉得这个研究给我自身带来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启发 就是人类其实对于现在 目前地球上存在的生物多样性 和这个自然世界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所以现在这些还没有或者比较少受到人类干扰的系统的话 其实是可能从这个全球来看 它可能是现在地球上物种群的还相对比较完整的 这种唯一的剩下的系统了 所以这也echo就是之前有很多研究提出来的 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这些 目前还相对比较intact ecosystem的保护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这些系统也被逐渐的被丧失掉的话 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敏感的物种 可能就由此 我觉得从可能伦理的角度来讲 也是我们的一种责任 那么尽量的减少我们对这个地球 对地球的这个自然世界带来的这样一些印记 好的 今天的分享报告就到这里 那么这里的话 我感谢一下我们的合作者 包括就是新奈威尔士大学的许尼奇教授 还有就是很多很多贡献了他们的数据 到这个研究里面的这些作者 那么实际上我们的文章写成之后 要投稿的话 他们都会是我们这个文章的共同作者 然后最后就感谢我们的研究团队 因为这里面很多的同学的话 都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好 非常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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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